吓了个小兔子 我也不会吃了你 你也不爱吃个死男人 你他妈的爱刀子 你不说这种脏话你会死人啊 大西北的车马店里 老板娘五朵梅上下打量着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对着白白嫩嫩的女孩打趣 旁边的男人也跟着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 客人们停下了喧嚷 也奇奇的打量起这两个人 猜测他们的身份和不远千里来到这里的目的 原来男人名叫黄忠 是个音乐老师 正在四处搜集名歌 女孩名叫江雪 生得十分美丽 却因一场车祸下成了摊子 至于他们如何一路跋涉到了这遥人之地 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来到大西北之前 江雪是北京城中大获人家的千金 而黄忠只是一个教音乐的老师 偶尔来家里吉堂 叫江雪弹奏钢琴 一来二去 两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 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那时 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 江家有个因为车祸下成摊子的小姐 父母也为江雪的婚事挤白了头 终于找到一位还算门当户对女婿人选 便不顾女儿的反对 要两人三人后晚婚 得知这个消息 黄忠心急如焚 他一早就接到了去西北搜集名歌的任务 如今索性让朋友帮忙 租了一台花角 在大婚当天来了一出金铲头角 把江雪也带到了西北 一路上 他们先是坐马车 而后黄忠骑马 又特意过了人给江雪抬轿 半点也不堪委屈了他 一路跋涉 终于逃离北京城 来到偏远的大西北 车马店里都是大通谱 黄忠怕江雪睡不惯 便又托付老板娘五朵梅帮忙找了间柴房 打算在干稻草上对付一晚 回到店里却险些不见了江雪的踪影 急得他大喊起来 回头才发现 江雪正被好心的西北富人们团团围住 都在帮他想治好腿急的办法 江雪呢 江雪 我在这儿 车马店里的日子过得热闹又安逸 黄忠听到一位名叫买买提的哈萨克小伙 唱起打板成的功语 便将这首歌改编成中文 和他们一起再歌再舞 不亦乐乎 不料这短暂的快乐 却被几声马丝打破了 是土匪 大批的土匪闯进车马店抢夺钱财 土匪投资甚至对美貌的江雪 动了歪脑筋 多亏老板娘吴朵梅集中生智 拿江雪是个摊子的事做起文章 吓得土匪提上裤子走人 这才保住了他的清白 更让人意外的是 江雪 你站起来了 黄忠 我站起来了 是时候继续上路了 黄忠和江雪收拾好行囊 踏上前行的道路 五朵梅和其他客人们也站在门口 一一不舍地和他们告别 风中飘着五朵梅其晚的歌声 时光里布满绵长的思念 一路走 一路唱 黄忠和江雪流连在向西行走的旅途 也吸引着每一个过路人的目光 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女 拦住了他们的脚步 一路热情地将他们引到家中 这时两人才发现 这个名叫阿姨古丽的维族少女的未婚夫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和他们在车马店里 一起弹唱打板城的姑娘的买买梯 再过几天 买买梯和阿姨古丽就要结婚了 欢迎你们一起来买西拉布 买西拉布什么意思 就是婚礼 唱歌 跳舞 然而到了婚礼当天 不幸却悄然而至 当地的巴依老爷贪图阿姨古丽的美貌 竟公然派人抢走了新娘 黄忠和江雪都替买买梯打抱不平 并舍下面子去求江雪父亲 在这边坐地方官的旧乡时 不想这人早就受了江雪父亲的嘱托 四处通缉他们 黄忠被几个人骑得高头大骂扔进了水汤 江雪则被一行人押送的回北京去 一路上押送江雪的人几次意图不轨 他又惊又怕 本想逃到五朵梅的车马店 才发现这里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原来土匪得知他重新站起来的消息后 认为受到了老板娘的欺骗 竟一把火烧了这里 看着这番物是人非的景象 江雪心头悲伤不已 幸运的是 他最终在一名哈萨克小伙的帮助下来到草原上 一边躲避追捕 一边在当地莫名的帮助下 继续寻找黄忠的下落 他还学会了期末 像一名天真活泼的哈萨克少女一样 在草原上驰骋 从未如此自由 如此自已 与此同时 黄忠也被一个名叫卓马的藏族少女打酒 身体渐渐痊愈 每天清晨 他都会听到卓马那婉转悠扬的歌声 沉浸在蓝天白云和草地的天堂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卓马渐渐爱上了这个烂丸的汉族青年 黄忠的心里却始终只有江雪一人 最终 他还是挽决了卓马的爱 一个人踏上了寻找江雪的旅程 不巧的是 黄忠竟在半道上被误抓成囚犯 送进了监狱 每天不是人机挨饿 就是在石灰窑里做工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有停止对江雪的思念和对音乐的热爱 甚至在监狱里用馒头换哈萨克人唱的歌要 换两个歌 后来黄忠偶然从一位哈萨克老人那里 得知了买买梯的消息 原来他们被抓走后不久 买买梯便杀了巴依老爷 给阿姨鼓励报仇 前几天已经被处决了 这一悲伤的消息 更加深了他对江雪的思念 好在监狱方面终于澄清了误会 知道抓错了人 把他放了出去 江雪也在牧民们的帮助下 得知了黄忠的下落 急了小马来与他相见 两人欢欢喜喜地回到哈萨克草原 在牧民们的祝福下举行了婚礼 然而正当人们在歌在舞 庆祝两人的结合时 江雪却在人群中倒下了 连人来的风霜劳累 已经耗尽了他的元气 如今两人终于相聚 却终究浮薄元气 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每次咳嗽下来 鲜血都浸透了手帕 或许时遇感到大险僵致 他请求黄忠抱自己离开帐篷 去吹吹草原上的风 再听听他为他写的歌 歌声被草原上的风吹得越来越远 江雪也慢慢闭上眼睛 倒在了一生挚爱的怀里 爱情或许会被忘记 歌声却永远不会淡去 睡吧 达坂城的姑娘 梦里的马车停了 心上的花儿谢了 走吧 达坂城的姑娘 车马店的风声断了 五朵梅的歌声指了 还会等我吗 达坂城的姑娘 架子上的葡萄熟了 麦西莱普的热闹散了 尘世的风沙迷住了思念的眼睛 路过的人们却都记得 在那遥远的地方 曾经有位好姑娘 最心爱的姑娘 这一世得遇所爱 千里奔赴 纵然风沙四女 又何惧远方